全油管最快新闻 新任中国驻印大使徐飞鸿在复印旅行前接受采访 印度总理莫迪表示中 印关系重要 双方需解决边界问题 中国外交部称中印镇通过外交军事渠道沟通 为解决问题做出努力 此次采访暴露出中印关系紧张的背景下 双方需加强对话与合作以维护地区稳定 希望在新任大使的努力下 中印关系能够逐渐缓和并达成共识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